美国与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恢复谈判 希望就限制非法移民将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采取措施 阻止大部分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 否则他将在下周一对进口美国的墨西哥商品加征5%的关税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 荣香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这个是由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埃卜拉德为首的墨西哥的官方代表团 已经是在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进行过谈判了 那么在星期四这一场美墨谈判转到国务院来进行 在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墨西哥外长告诉守候在国务院门口的记者们 尽管美墨双方尚未达成协议谈判 也还没有完成但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知道美国提出所谓的安全的第三国提议 要求那些寻求美国庇护的中美洲奈民 先在墨西哥提出申请获得批准之后再合法进入美国 而不是先非法进入美国再提出政治的庇护 那美国要求墨西哥予以配合 并且要求墨西哥要阻止那些非法的移民 以寻求庇护为借口非法进入美国 但是墨西哥方面拒绝了美国的这项起义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时 他说星期一开始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5%的关税是认真的 但目前还有时间取得突破 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事情 我们告诉墨西哥会进行征税 我们是认真的 我对此非常高兴 包括参议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关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绝对没有搞清楚 你有钱的时候 你既有产品 每个人都希望你有能力提高税收 我们就有这种能力 墨西哥政府星期三采取行动 阻止了一个进入墨西哥的中美洲新移民大军前来美国 墨西哥政府正竭力避免特朗普总统就非法移民问题提高关税 他们对我们说 我们将填写所有的表格 他们会让我们避难 可是他们又对我们说 我们不会得到庇护 他们将我们送回洪都拉斯 特朗普要求墨西哥进一步采取行动 控制希望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人潮穿越墨西哥前来美国 这包括要墨西哥保证把寻求避难的移民留在墨西哥 同时镇压人口走私贩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如果美国和墨西哥无法达成协议 那么美国增加对墨西哥进口美国物品的关税呢 下个星期一就要开始生效 由于距离下个星期一只剩下短短几天的时间 有观众方呢正在思考是否延缓提高关税的日期 让美国以及墨西哥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对话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好的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感谢荣香